大家好,我們的專題名稱為My Famine Mark Style 潛談賣咖啡競爭環境及顧客滿意度之分析 以中立地區為例 首先我們的研究動機為 由於台灣的咖啡產業逐漸重勃發展中 然而號稱台灣餐飲界龍頭紅餅集團 也順次推出了賣咖啡這個品牌 同時我們又在中立海花商圈發現 短距離內竟有三間相似性質的咖啡店 坐落於此,因此我們想深入探討 再來我們的研究目的為 探討賣咖啡的行銷策略 進行Swap分析 了解賣咖啡的競爭環境 及分析消費者行為及滿意度 而我們採用的研究方法為 文獻分析法、實地端查法以及問卷分析法 接著就是我們本次專題主要的研究對象 黃銘集團賣咖啡 主要的產品為咖啡、蛋糕、輕食、飲品以及甜點 而我們經過以上的資料分析獲得以下結論 首先,行銷策略方面 曼咖啡主要以品質、技術為期產品策略 接著在七折定價法、價格一元物料調整 為期價格策略 再來通目策略的方面 曼咖啡主要從北部逐步往南部拓展 現在有11家分點 至於推廣策略呢 是主要幾點 打卡優惠 為期推廣策略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曼咖啡的競爭環境 由這張位置分析圖我們可以發現 曼咖啡、星巴克與D2惡魔單道的距離是十分相近的 其中曼咖啡和D2惡魔單道的距離比為150公尺 而和星巴克之前的距離比為50公尺 由此可見咖啡業在海滑上去的競爭是十分激烈的 我們也針對三間店的特色做了以下的比較表 其中曼咖啡的價格、快送服務以及它的刷卡是它的優勢 但在它的實體設備和空間上為它的劣勢 除了以上的比較表之外 我們也針對它的優勢、劣勢、機會以及威脅做了SWAT的分析 其中海滑商圈快速發展、下午茶空氣盛行 以及咖啡需求增加為曼咖啡的機會 有物料上漲、同業競爭者增加 以及潛在競爭者為曼咖啡的威脅 而在消費者行為和烏克滿意度方面呢 我們以實地發放分券的方式來瞭解 中立地區的民眾對於賣咖啡和華店的消費者行為和各項滿意度 其中在消費者行為方面呢 得知賣咖啡的訊息以親友介紹54%的比例為最高 每次消費的金額都為100元到300元 主要消費的商品是咖啡和蛋糕 而又有34%的顧客 每個月會到賣咖啡進行一次消費 而在顧客滿意度方面呢 從下面這張表我們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民眾對於賣咖啡的各項服務 均有相當程度的滿意度 但是在賣咖啡的座位數量、刷卡服務 以及停車變異性方面 多數的消費者均以感到普通的比例為最高 而綜合以上的結論 我們對於賣咖啡提出了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第一點是賣場空間的規劃和控管 第二點是充實資訊軟體的設備 第三點是增添多人的付款方式 第四點是特約停車與來電預購服務 第五點是提供顧客的意見表 重視消費者的意見 第六點是針對高價禮品組合進行價格促銷 最後一點我們建議賣咖啡 可以應用豐富的幾點贈品 與完善的服務提升顧客的回流率 以上是我們對於這次的專題工作的報告 謝謝大家 這次的專題製作過程當中 我學到了過去學到的會計、經濟和器官等 都不只是課本上面的知識 原來它也可以應用在實務的生活方面上 而且也可以對生活帶來很大的幫助 經過本次研究之後呢 我發現了慢咖啡的一些經營的理念啊 然後它也實際呈現在它的各方面的表現上 像是慢咖啡的店面為什麼會這麼小呢 就是因為它的理念中有做小這項 所以呢,企業每一個小細節背後都有它很大的意義在 原本以為小論文只是資料的會程 但經過這次專題製作 我發現小論文並不只是資料的會程 還要針對資料、數據化並加以分析 提出看法與意見 其中呢,我認為團隊合作是最重要的 若不是三個人努力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完成這份小論文 謝謝大家